Hello,大家好,我叫Peggy,要講起我十幾年前的了,我有一個經歷,有一次有一個弟兄邀請我回教會 我應該是三十歲,三十多歲左右,從來沒有聽過福音,也沒有人傳過福音,也不知道教會是什麼回事 不過就是感覺回教會OK,就認他的約,就去回教會,誰不知那次教會是我人生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歷 當我在回教會的時候,我聽他們唱歌詩歌,我很舒服的,覺得挺好的,我就開始坐下來,去聽他們的敬拜 我在敬拜的時候,神奇的事,不可思議的事,就是那時候發生了 我明明就坐在那張椅子上聽他們敬拜詩歌,突然間一兩秒,一聲,我坐在地上,打了下去,好像落了地獄 然後有一個黑箱,就立即把我困住,那我的感覺是完全是真的 我不是感覺,我只是看到,看到我掉到黑箱上,關門一聲,我就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想過來去處理一下我,那怎樣 那誰不知呢,我就真的不受控制了,那我就叫做,現在我知道叫做張顯 那就好像張牙帽爪那樣,我自己都控制不到我自己 但我的腦筋還是清晰的 那其實呢,那個就不是真的有個傷,而是你是一個熟靈的經歷,就可能就是,即是說呢,你其實被一些邪靈的困索 嗯 那就,即是當時你就好像看到你自己在這種的困索,好像在黑箱裡面 是的,是看到,是看到和感受到,經歷到,這樣才會這麼害怕 那也都有時,兩種可能性,一個可能性就是這個,就是好像被你看到的那些邪靈 把你放在一個狀況,另一種可能性就是邪靈的蒙蔽 有時我試過跟一些人說邪靈,會這樣反應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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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呢,忽然間,它見到我,好像有一層黑,有一層黑布遮住了 只看不到,有些人是蒙蒙的,嗯,嗯 就是有些是,即是稍微看到蒙蒙的,但是有些人只看到,是黑了,嗯 那你的情況也都可能是邪靈,嗯,嗯,蒙蔽你,即是把你放在一個黑箱裡面,這樣,嗯,嗯 OK,好,你繼續,那我就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尖叫 那,接著呢,帝兄姐妹就過來,即是處理我,想跟我祈禱安靜 但是她就是,哇,不停不斷叫啊,咆哮啊,很生靈啊,即是我自己,好像控制不到,但我的頭腦呢,我清醒,好像是什麼,但我又控制不到,這樣,這樣 那他們就過來,一直想,即是,安靜我啊,這樣,但是她都在這裡,不想人家過來,這樣 ác即是,你不想人家過來 shower,是啊,那麼的,我記得呢,那他們圍住呢,有一個姐妹呢, 她都,他都很,在乎掉的,那她想著呢,舉手啊,用以祈禱,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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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我這個,就是不知什麼的人 她一聲一咆哮,那個姊妹站在這裏一聲就掉到後面 然後她就更害怕 她一刻害怕那種害怕還是什麼? 不過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她總之是 即是嘩! 即是她要過來,我就要恐嚇那個姊妹 其實這可能是邪靈在你裏面發作 是的,就是張顯 她那種威力是聲音的威力做 這個姊妹在這裏是彈開來跌下 令人很不可思議 那弟兄姊妹當時都很害怕 因為十幾年前沒有人處理過邪靈張顯 也不知道怎樣 他們都很害怕,不知道怎樣做 那有個弟兄呢,她就拿來的智慧 因為見到我回教會的時候 見到我聽詩歌是很溫馴的 那她不知道拿來的智慧 即是那個場面都很難控制 不知道怎樣 她就馬上拿起結他 走到台上就開始唱詩歌 她一唱詩歌,本來我好像想和別人鬥爭的時候 那我馬上就好像一隻綿羊那樣 哇,真的馬上整個人趴在地上就哭了 那時候是很純,很純 不是那麼憎恨,不愛,那麼害怕 在地上哭了 然後哭著哭著哭著 我突然間,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他們那時候 在教會的牆上 裝一個燈箱的十字架 掛在教會那裡 我裡面就很… 很… 不知道為什麼會帶我,很渴慕 馬上跑去那個十字架 然後就直接拆別人的十字架下來 就抱著 那時候我就好像有拯救我 要得平安那樣 那整個十字架就拆了別人下來 我燈箱 然後呢 很搞笑 他們就說 哇,沒事啊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人 我連這個十字架都拆了 然後搶了十字架 就掛上去 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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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人教我 又不知道 總之我就… 即是抱到那個十字架 我就整個人都溫落了 這樣就感覺了 這樣之後呢 他們就打電話給牧師 牧師說 吩咐他的靈安靜 他們就做了這個之後呢 我就叫我回家了 這樣 OK嗎? 好,繼續吧 然後呢 我回到家裡 那種恐懼 那種不安呢 在我裡面震得很厲害 那種驚恐 很厲害 我又不知道我自己怕什麼 總之就很怕…很怕…很怕… 怕得不得了 好,怕得整個人都好像懵了 那樣傻了 那樣呢 那樣呢 然後我回家呢 那一晚就是睡不著的 一直是思考的 為什麼會掉進去那個… 黑洞裡面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這樣 一直是… 腦海不斷思考這件事 但是又害我 又害怕…害怕…害怕… 那到我翌日… 上班的時候 都… 那個靈魂都好像不在那樣的了 那樣的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那個弟兄 打算抓他負氣 就是他罵他 帶我去一個什麼地方 那他又很害怕… 因為他都很害怕我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 那他又不敢跟我對話 只是呢… 就給了一個地址 我就先給我 叫我去那個地方 那我就收到這個… 說去那個地方 我自己心想 應該是不是去看心理醫生 或者去精神醫生呢 那樣都要去的了 那種驚恐啊… 那樣… 那我就… 偷走啊… 在公司裡偷走啊… 居然就… 沒有人知道我偷走啊… 很神奇啊… 在哪裡偷走啊… 我在火炭啊… 火炭回工呢… 偷走又沒有請假… 上班 對啦…上班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我這樣走到去 很神奇啊… 那我在火炭呢… 其實… 搭車去… 佐敦… 其實香港人 所有人都會搭的了… 搭火車轉地鐵都會搭的了… 那我居然在地鐵裡面 迷失了四次啊… 我都去不到那個目的地啊… 那我覺得我很蠢… 很蠢啊… 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啊… 但是裡面呢… 有一種… 很…很激憤啊… 一種… 一種… 力量啊… 那我就立刻就說… 就算有一百萬生意 我都不接我… 一定要去那個地方這樣… 一… 趕完之後我就搭車就去到了… 那這個呢… 可能就是邪靈那種假妖啊… 就是… 蒙蔽你的思想呢… 啊… 以致你混亂了… 是啊… 很簡單明明看… 看…看清楚 乘搭地鐵啊… 但是… 上到去又錯啊… 錯又錯又錯… 令到我… 令到我… 為什麼會覺得會這樣啊… 這樣… 是啊… 我去到那個… 左敦那個地方啦… 那就是十三樓來的… 那我就… 按鈕進去… 一進鈕之後呢… 嘩… 又一個… 奇妙的感覺… 又給我了… 這樣… 是怎樣呢… 我… 我之前不是很恐懼… 掉了下去那個… 好像地獄那樣… 啊… 現在呢… 就… 上天堂啊… 哇… 我那種呢… 本來震到不得了那種感覺呢… 就慢慢開始… 隨著的電梯一路上的時候… 一路就開始散了… 即是說你其實… 即是前一天… 發生的事之後… 是啊… 都一路在那裡疾… 是啊… 驚恐的… 那種驚恐未離開過我的… 一路… 是的… 那同來沒有人跟我… 傳那封裡面又不知道是甚麼… 我完全不知道… 什麼一回事來的… 那… 但是我搭電梯… 我上去那時候… 我是知道我上天堂… 又沒有人告訴我… 上天堂是甚麼… 怎樣… 但是… 我是很確信… 那種… 滿足… 起落… 那種… 即是… 不可以用言語去形容那種… 那種… 那種… 那種感覺… 那然後我那個恐懼… 就慢慢地… 就散了… 哇… 起落… 滿足… 不停地湧下來… 我… 可以告訴你… 你給全世界都不夠… 那我一路… 就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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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樓上天堂… 我就說… 哎呀… 原來… 將來我們上天堂… 那樣的感覺… 當門去到十三樓打開時,我便走進入天堂 那些平安臨到我,那種感動令到我的眼淚啪啪聲 好像瀑布一樣,哭不到那麼多眼淚湧出來 原來那裡是以臨書局 是基督教的書局 當時一直在播詩歌,但我不認識那些是詩歌 我便知道我的靈好像進入天堂那種平安 那種滿足,那種不安完全是沒有了 是安樂到很不得了的 那時候那個人已經很鎮定,很感動很鎮定 然後我就走去見到聖經 第一本書就見到聖經 然後我便走一個圈,因為裏面有很多書 我便隨手黏起一本,打開 一打開,整個人便通了 整個人便知道創道天地的上帝是我的天父 我是他的兒女,就好像失散了很多年的爸爸 你現在見到他了,你相認回去,你認識他了 你知道他是誰了 那完全… 你的意思是你未曾讀那本書 沒有 一打開就有這種感覺 是的,打開那些,還有裡面那些問答 你是開始看這種感覺,還是未開始看已經有這種感覺 一打開那時,開始感動 然後再看裡面的文字,就通了 因為那本書,我告訴你 原來那些問題是沒有人知道我問的 是我自己想尋求答案 因為我要去那個地方,就是我要尋求答案 我想知道是甚麼,先解釋 那一打開那本,其實就是初信新人類的問題 那我就… 就… 完全是… 就是拿了,通了 你一看… 揭開那本書的時候的感覺是甚麼 然後看那些字的感覺 就是你兩個本上分開 哦,原來是… 就是知道的真相 我意思是,當你一揭開那本書 還未看字的時候的感覺是甚麼 是… 已經是很感動、很平安的了 OK 已經是很… 就是很… 就是很… 就是滿足這樣 就是很開心、很滿足這樣 就是… 就是那個已經是… 就是很好過的了 但是一打開時,哇… 好像… 完全知道了那個答案和真相 當你看的時候,你就覺得 完全知道答案和真相 是啦 OK 完全解釋了給我聽了 完全是… 是… 是… 是通了這樣 那之後呢,我就… 就馬上回教會咯 一路自己走回教會咯 一路是… 就是… 回教會 跟… 跟隨耶穌到現在咯 十幾年了這樣 這樣… 又有一個很神奇的一個神 給我一個經歷咯 就是這樣找回我這隻羊仔到他身邊 我想… 每一個人神可能都是不同的方法去尋求他 可能他不是用這個經歷 或者用… 另外… 可能我這隻羊仔又不會那麼筋得那麼實 這樣咯 嗯… 兩下… 那就… 那些人是否會到哪個城市 你不要去哪個城市 我給我這個… 不是… 那些人會有不同的地方 而且被人不可 preferred 有請坦終解釋 也沒有其他人 也沒有太在命 這次要是一些符標的 並不可避 是情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